接下来我们翻开到课本59月 我们来看到考点6 数列极限求法 提到数列极限 既可以考你的计算 又可以考你的证明 那么首先来看到 它所谓的计算的方法 这里课本上写了六种 再重新给你整理一下 计算数列极限 主要考什么 主要考第三种 叫夹比准则 主要考第四种 将数列极限转化成什么 函数极限 主要考第五种 定极分第一 如果考你这是计算 知道没有 如果考你证明呢 就利用单调有界数列有极限 这个逆极数求和 作为一个简单的了解 逆极数求和 作为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个 那作为一个 最最基本内容 利用经常见到的 N线和公式 各位 这个也作为一个了解 看到 它谈不上重点 好 比如说6.1 那几个 经常见到的什么 公式 各位 常用的公式 常用的公式 常见公式你要 稍微提及哪几个 你要第二个 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点点点 加上什么 n的平方 等于多少 六分之一n 乘以多少 n加1 乘以2n加1 等比数列求和 a加上aq 加点点点 加上什么 aq的n次 等于什么 a乘以1-q的n次 除以1-q 等比数列求和 这个 对吧 考研学生总要 有所了解 不能说这里都不懂 你比如说 看到60页CT1.5 对不对 CT1.5 CT1.5的 12小题 那你想想 这个题 这个题 数列极限 什么类型 无穷比无穷 分5n平方 分子呢 分子变成 第一线加最后线 称什么 线数 除以2 所以就我们前面 学过那个结论 分5 平方 分子 也有平方 就平方前面 系数之比 大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 没问题吧 包括这种13小题 13小题 有题就不写了 一步到位 是不是可以搞定的 分5最高次第几次 立方 分子 立方 立方前面 系数多少 一 所以大就等于多少 五分之一 你有前面 这个结论 这种题 就一步到位 写单 一步到位 写单 就不用再 那是过程 好 接下来 你看到 613亿的6.3 假逼准则 这个准则 既是重点 又是难点 只不过 在基础阶段 我们先简单了解它 所以你看到 这个定理 6.3.1 你看这个定理 是如何交代的 它说 AN小等于多少 BN 又大等于多少 CN 如果你想去求 AN的极限 求不出来怎么办 把它左膀右B写出来 如果你发现 左边极限等A 右边极限等A 那么假比准则告诉你 这个极限也等A 这个准则既可以用在 数列极限 又可以用在函数极限 有同学一听 这不挺简单的吗 所以你对这门课不了解 这个可不简单 同学你清楚为什么吗 你要搞懂这里 这个不等是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是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构造的 哪有那么容易 让你构造个不等式呢 听了没有 哪有那么容易 让你轻而易去写 说个不等式出来的 所以提难的时候 这样的题还是挺费劲的 当然了 在今天这个阶段 我们做这样的题 你会觉得挺简单 基础阶段 比如说63亿的 例题31 34 没看清楚 34 它乱计算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怎么办 你N线和 你N线加在一起 我怎么去求你极限 求何求不了 求何求不了 为啥求何求不了 与你的分母不一样 看到没有 是不是因为你的分母不一样 因为你的分母不一样 所以它加在一起 大于小于 我把你放大点 什么方法 我让你分母统一什么 分母统一变小 各位 分母统一变小 整个结果是不是变大 N个相加 分之N 左边呢 我让你分母变大 你分母变大 取完倒数以后 结果是不是变小 所以价比准则告诉你 要想去求中间极限 转化成什么 左右两边极限 而且还保证到 这左右两边 出来极限先同 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看到没有 而这个左边极限等于多少 一 右边极限等于多少 一 所以中间极限等于几一 这种题 以前考过 九几年考过 你现在不可能 再拿这样的题考你 再来讲一道题 比如说CT1.6里面的 第五小题 它让你去证明 X区临正 X X分之一 取整等于1 你看这个题 你这个题可不是 把它看成什么 七种未定型 这七种未定型 处理不了 它不说什么 七种未定型 你关键干什么 这个取整 记得吗 我们以前讲过的 X取整 最大大到多少 自己本身 对不对 取整最大大到 自己本身 大于X减一 所以你要把这个 不等式写了出来 你这个不等式写 不会写 你这个题就做不了 那你会写这个不等式 你把这X分之一 看作这里的X 那就照着写 它比谁小 比X分之一小 比谁大 比X分之一减一更大 由于这里是 X趋向临正 两边同时乘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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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没有极限 就为1 对不对 左边留下什么 1减去X 各位 在X趋向临正的时候 左边极限等于多少 右边极限等于 故中间极限等于 加比准的 那你说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在这个 不等式你要会写 关键点在这个 不等式你要会写 好了 就给你提到这里 我们点到为止 关于这样的题 我们在第二轮 重点的题 在这个第一轮 就让你了解到 原来加比准则 怎么去求极限 关键点在哪里 构造不等式 好了 那我们再补充到题 我们说数列 是一种特殊的函数 所以你见到 有些极限的时候 N乘以tangent N分极 括号到N平方次 你看 这属于数列极限 我们可以把这样 数列极限转变成什么 转变成函数的极限 数列极限转变成函数的极限 为什么可以转变呢 你首先判定一下 这个极限属于哪种类型 各位你看到没有 这个极限明显随什么 一种无穷位定型 为什么 四密部分无穷大 没有疑问吗 底数部分 是不是可以写成 N屈向无穷大 探解N分极 比上N分极 这个极限是不是唯一 这个极限是不是唯一 令7等N分极 不是探解7比7吗 所以它随意 一种无穷位定型 那一种无穷位定型 就等一个大A次 前面才学过 所以做这个极 你可以怎么做 结先去求大A 大A怎么求法 你N屈向无穷大 利用Fx 记得吗 减一乘以什么 Gx 是不是求这个极限 但各位不要忘记 这N是数列极限 数列是不连续的变量 N取1取2取3取4点点点 你是不连续的变量 你不连续的变量 能不能为比达法则 不可以 你求啥的 我连续都不连续 怎么可能求到 能不能态力展开 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转变成哪个极限 x取向无穷大 x tn-x分之1 减一乘x平方 你要把一个不连续变量 转化成连续的变量 这不很重要 听到没有 这不很重要 你尤其解答题 这不不能少 你少了扣你分的 那这个 这个极限怎么计算呢 各位又来了 在x取向无穷大的时候 遇到了x分之1 看到没有 在x取向无穷大的时候 遇到了x分之1 你可以怎么办 哪三个字 对了 倒带换 你可以倒带换 听了没 你可以倒带换 你再另个t等于多少 x分之1 那在x取向无穷大的时候 等下t取向0 这里就变成 t分之1 碳渐t 减一乘以t平方分之1 你再通分 你再通分 你就马上得到 t取向零首 t的立方 碳渐t减 t t的立方分之 碳渐t减 t 好 这个时候 你把前面学过的 太的公式拿来背 由于碳渐t减 t 等加多少 三分之一t立方 故达等于多少 三分之一 自己回去背 这是大a等于三分之 大a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怎么讲 原极限等于多少 所以各位 原极限 就等一的三分之一次 原极限等一的三分之一次 好了 这个在额外补充下 所以我们有些 数列极限体 你也可以判定一下 它极限类型 如果它属于七种 未定型里面某种 我们就可以把 这样的数列极限 转变成什么 函数的极限 可以把这样 数列极限 转变成函数的极限 好了 这是关于它的计算 那个定积分定义 我们放在第四部分 定积分来讲 好吗 那接下来 所以我们来学习它的证明 学习它的证明 课本翻到前面来 6.2 我们利用 单调有界 单调有界准则 单调有界准则 这是用在证明体 那证明数列极限 那你就完成两件事情 你就需要完成两件事情 你先去判定它什么 单调性 先去判定单调性 再去证明它什么 有界性 而这句话里面 包含了两层含义 怎么讲 就单调递真 早上解 单调递解 早下解 有同学问 单调递真 为啥早上解 因为单调递真 数列A1 就是它的下解 单调递解 早下解 对单调递解 数列A1 就是它上解 听起来 很简单 暂题也是有区分度的 我或者可以这么讲 各位 数学这门课 就是你并不是说 只靠努力 我最后一定能学好 因为说暂题 因为它灵活度太大了 它背后没有一个 一般性的规律 它不像七种未定型样 只要你努力 你听懂了以后 回去练 你就一定考到 考不了你 暂题是可以把你考到的 因为你告诉 那单调性 你怎么去判定呢 有界性怎么判定呢 比如说这个单调性 单调性 如何去判定这个单调性 一般来讲 用什么 用定义 什么叫定义 前后两线做减法和零比 前后两线做除法和一比 定义不行 你还可以用什么 规纳法 数学规纳法 你还可以干什么 把数列改成函数 利用什么 求导的所导判断单调性 而且你要注意 这个有界的问题 这个有界问题 本来就是不等式的范畴 这个背后 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当然在基础阶段 这样的题听起来很简单 这样的题 你不要放到强化阶段来学 今天我们这是做一个什么 点到为止 比如说单年的考题 这是个年份很早 你看这是三三几个 他给了你一个地推向 A1等于2 Xn加1等于多少 等于2分之1 Xn加3什么 Xn分之1 这个地推给你了 这个地推给你了 请你证明极限 并且求其大小 各位这样题一定是先证明存在 先证明存在 再去计算它的大小 是先证后求 但你想想 理论上需要先证后求 同学我问你 你已经要让我去证明它极限存在 而且求其大小 换句话讲 是不是它极限一定存在的 是不是它极限一定存在的 所以我们做这样题的时候 有种怎样的讨巧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先证后证 听到没有 你不是让我去求你极限吗 我先就可以在超纸上干什么 我去假设你的极限存在 等于A 然后带进去 在这个D推 两边同时取极限 你N区无穷大的时候 Xn极限为A 那Xn加1极限也为A 余生就得到 大A等2分之1的什么 A加谁 A分之1 你把这方式一解 我们可以求解除了A等于多少 A等于多少 负1 负1肯定是不对的 由于我这个数列每一线都正的 不可能最后极限为负的 所以这种题 你能显现出来吗 肯定是最最早接受的命题 今天不可能这么考 对不对 今天碰到这么 你思维 那么活跃的你 对不对 怎么可能这么考 所以这么讲 老早就分析出来 这个单案为多少 一 你这个心理有数理 我们看 第一线为二 最后的极限为一 那表示它是不是单调地解呢 所以可以给你 大概一个这么的判断 但是你现在你要表现出自己 你杀的不懂 我们先干什么 先去证明它存在 先去证明它存在 好 那你先去证明它存在 先去干什么 对这道题了解 证明 对这道题了解 先去判定什么 有界性 不要方便 先去判定有界性 先去判定有界性 不要方便 有界性怎么判定呢 你xn加1等于多少 2分之1 xn加3 xn分之1 这个时候各位 你要想起 中学学过的一个什么 a加b除以2 大1等于多少 根号ab 这叫算术平均要比什么 几何平均更大 所以你就一步到位带过来 大等于 大等于多少 来 a加b除以2 大1等于多少 大等于根号的a乘以b 那不就为1吗 各位xn加1大等于 那不就是xn大等于 换句话讲 这个数列有什么界 有下界 谁需要找下界 单调递减找下界 既然单调递减找下界 所以先判单调性 再去证明什么 单调性 再去证明单调性 各位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它已经单调递减 那单调递减 对这道题来讲 你可以怎么做 你既可以做除法 又可以做减法 相比较而言 做除法更快 做除法 那怎么除呢 接下来再怎么去做除法 我们可以定用xn加1 比上xn 那带进去 2分之1xn加上xn分之1 除以谁 除以xn 这个题单等于多少 等于2分之1 1加上xn的平方分之1 各位 所以由于什么 xn的平方 大等于多少 xn的平方 由于我们第一步 已经搞定了 xn怎么样 xn是不是大等1 你xn大等1 那么xn的平方 是不是大等1 那你取倒数呢 是不是小等1 所以搞定 小1等于2分之1 1加几 这块可以1等 等1 原来xn加1比3 xn是比1小 1比1小 那x 那可以怎么写 xn加1 就小一等于多少 xn xn加1 就小一等于xn 所以这个数列是什么 单调递解 严格来讲 单调不争 不用管 不用在意 这个等号的问题 所以最后 写到这里 对不对 你最后怎么总结句呢 获奖感应怎么讲 你说由 单调递解 由单调递解 又有什么解 下解 单调递解 有下解 我们就知道什么 n曲线无穷道的时候 xn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好了 证明完了 证明完了以后 那么你假设等A 带进去 就刚才前面的过程 所以作为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吗 作为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是很早年份考的 比如说你做完这道题 自己可以再练习下什么 练习下62页的02年的考题 62页02年的考题 看道理是一样的 好了 各位那讲到这里 关于数列 以及函数极限的计算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考点期 考点期涉及到一个 连续与间状的问题 这可以看成是 求极限的应用 考点期 好了 我就不再照着跟你写 定义7.1.1 7.1.2 把这里需要你掌握的 定义概念 我们一次性讲了 来讲第一点 连续 各位在高数里面 如何定义连续呢 我们说函数 在某一点的 极限值 如果等于该点到函数值 就讲连续 这个用的更多 当然你可以怎么讲呢 当Δx去向0的时候 Δy也等于0 这也叫连续定 我们用前者用的比较多 好 你这个等号一等起来 注意 这个等号的背后 代表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左边极限存在 第二层含义 函数在该点有定义 第三层含义 这两者 在数值上还要先等 所以连续也没那么容易 要这三句话 同时能保证 我才可以讲 这函数在该点连续 当然了 你有了这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什么 怎样左连续 怎样右连续 我们可以去提左右连续 什么叫左右连续呢 如果在x去向x0正 右极限等于函数值 那就是右连续了 如果x去向x0 负fx等于fx0 左极限等于函数值 这就是左连续嘛 这很好理解 这个很好理解 好了 有了连续的定义以后 各位 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什么 定义不连续 不连续就叫间断 那什么叫间断呢 各位 我们课本内容就到哪里来 69页 间断 间断点类型 各位 什么叫间断点 不连续点不就间断了吗 怎么讲 刚才这里三句话 如果有某一句话不满足 如果你有某一句话不满足 这样的点就叫所谓的什么 间断点 就得到对应的什么 间断点 那我们就可以来分类一下 间断点 我们来看它的分类 我们来看间断点的分类 间断点分类你可以怎么分呢 来 那你首先第一点 1是存在的 哪里是1呢 x趋向x0 fx 这个极限等于什么 fx0 你看到 左边是1 右边是2 两个数字要相同 就是3 你看这三句话 由某一句话不成立 得到的点就叫间断点 那我们来分类一下 如果函数在该点 极限的存在 你还会不连续 是不是好可惜 极限的存在 怎么会不连续呢 那原因很简单 那就不等于 1不等于2嘛 你和该点函数是不等 很多东西还会 对问下去 那为啥会不等呢 要么就本身没定义嘛 要么你有定义 两者在数字上不相同 听到没有 这种间断点 我们把它叫什么 叫可去间断点 或者把它叫可补间断点 因为你很容易 把修改它的定义 成为一个连续点 那接下来讨论的间断点 都在什么前提下 左边极限就不存在 你看到没有 来了 你不是不理解 什么叫极限不存在吗 这里可以讲得很完整 什么叫极限不存在呢 它有这么几种情况 在x曲线x0正fx 不等于什么 x曲线x0-fx 怎么讲 左右极限都存在 这是数字不相同 那各位问你 你在图形看起来 是不是大概这样的形状 所以我们很形象 要把站间断点叫什么 叫跳跃间断点 那还有哪种 也随极限不存在 它x曲线x0 fx极限等于多少 无穷大 我们讲无穷大 也随极限不存在 但它只不过是 极限不存在里面的 一种情况 看到没有 只不过随极限不存在 里面一种情况 我们就把站的x0叫什么 叫无穷间断点 各位我们还有一种函数 极限不存在 怎么讲 以这个为例子 x曲线0的时候 3x分之1 cosx分之1 你看到函数在这个点 不停地跳来跳去 我们把这样的点叫什么 叫震弹间断点 好了 那我们把可去与跳跃叫什么 这两种叫第一类间断点 那不属于第一类 都统成为第二类间断点 只不过我们现在学会了两种 叫无穷间断点 和震弹间断点 把它叫什么 第二类间断点 第二型间断点 所以关于这个间断点的考点 那以四分选择题为主 关键的学会这里 记准定义 求对极限 听见没有 记准定义 求对极限 所以你说求极限 基本功要过关 否则你把这个背书也没有 看没有 否则把它背书也没有 好了 来 我们来做几道题感受一下 好吗 做几道题来感受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看最近的 最近的考题 六十八页 六十八页 你看到 一七年的考题 你看没有 一七年的考题 它告诉你 这个分动函数在零点连续 各位 分动函数在零点连续 那就意味着什么 左极限等右极限等 该点函数值 而这函数在零点的右极限 这函数在零点的右极限 一减cos 更好x 除以ax 这函数在零点的右极限 这函数在零点的右极限 这个极限怎么说 零比零形 一减cos t 二分之一t的平方 比上ax 那就等于多少 二a分之一 x抵消掉了 而这个函数在零点的左极限呢 函数值呢 不用说 就是b 二a分之一等b 各位那ab等于多少 ab等于二分之一 a选拳 结束了 你什么难以想象 这净感就是最近几年考过的选择题 怎么简单呢 没有底线 所以这样的东西 是个一定学的会的 再来道题 你看08年考题 看到没有 08年考题 68月08年考题 他以这条件告诉你 fx连续 而且把这个极限给你 现在让你去求f0 f0怎么求 既然你告诉我连续 我就利用连续的定义 那f0应该等于多少 f0是不等于函数在零点的极限值 连续嘛 利用一下它定义嘛 所以这道题要想去求f0 转化成去求函数在零点的极限值 而这个极限怎么计算呢 而这个极限怎么计算 在x趋向零手 1-cosxfx 比上e的x平方-1 乘以fx 这个极限等于 这个极限属于什么形 各位 这个极限属于零比零形 既然这个极限属于零比零形 我们可以怎么办 先用 看到了1-cost 1-t字面-1 所以我想到 零比零形用什么 无穷小替换 分值等价多少 2分之1xfx的平方 对不对 而分母呢 等于 无穷小替换 分值等价2分之1xfx的平方 分母 e的t字面-1 等价tfx造型 这个极限等于 你变形下 该抵消地方全抵消 所以就留下什么 下来 我们就得到2分之1 求极限 x趋向零手 fx这个极限等于 由于连续 这个连续定义吗 极限只要等于 该点函数值 所以f0等于多少 f0等于2 简不简单 你看 这也是四分选择题 填空题 所以关键是 前面的基本功要到位 好了 我们稍微来做一道 稍微难一点点的题 做一道稍微难一点点的题 看到例题 73页 73页 看到09年考题 好吗 我们来看到09年考题 他问你函数 各位 问你这个函数 fx等x 减x立方 所以三应πx 请问你这个函数 可去尖端点的个数 他并不是 问你可去尖端点是谁 他问你个数有几个 那你做这道题 这道题包含哪些点 第一点 各位 你要懂得尖端点的来源 各位 你要懂得尖端点的来源 你要懂得尖端点来源 给你一个函数 哪些点 他未来可以成为尖端点 想想 第一种情况 叫分母等于零的点 听到没 叫分母等于零的点 那他就是尖端点 还有一种点 讲面试课的时候 有同学会讲 分段函数分段点 各位 分段函数的分段点 不一定就是间断点 分段函数分段点 是不是有可能连续的 那还有哪种点呢 我用红笔写 它函数在这些点什么 它的本身什么 无意义 各位听好 函数本身没有意义的点 这话什么意思 y等于多少 看讲 x等于二分之派 加k派 各位在这些点的时候 你说这个函数有分母吗 分母都没有 那它为什么有间断点呢 对不对 而且这些点都成为什么 无穷间断点 你带无穷间断点定义嘛 它函数在这些点 本身没有意义 间断点来源于这两点 好 那对我们这道题来讲 对我们这道题来讲 这个函数不存在函数 没有定义的点 那它只存在什么 分母等于零的点 所以你解这道题怎么做呢 第一步 你要另什么 我们领上πx等于零 我们就得到πx等k派 因为πx等k派 我们就可以解除x等于k 就可以得到x等于k 好 各位 所以这道题 如果问你 如果问你间断点有几个 如果问你间断点有几个 那怎么讲 那它就有无穷多个 但它这道题只是问你什么 问你可去间断点 那你就要想想 可去间断点定义怎么讲 它保证极限存的 你要保证极限存在 那朋友说 那我受不了 我这个k可以取多少 是不可以取0 正负1 正负2 点点点代进去 我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代 你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代 但你要这么想 各位 那x趋向k的时候 x-xd方 比3 3eπx 由于你这个k是可去间断点 换句话讲 这个极限怎么样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而在x趋向k的时候 各位分母等于多少 分母为0 既然分母为0 所以它的分子必须为0 它的分子必须为0 你分母为0 你分子极限必须为0 为啥 只有0比0才有可能存在 我们你0分这个非0数 有可能存在吗 是不可能存在的 0分这个非0数 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道题 要有个隐含条件 你要得到 就分子极限必须为0 换句话讲 k-kd方必须等于0 你k-kd方等于0 可以求选出来 k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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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去间断点 尤其仅有这么三种 尤其仅有那么三个 所以如果你很有勇气的话 做题就可以选c选下 当然了 我们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你要真要严格判定 还要干什么 k分别用谁 用0 用1 负1 带进去 去求出来极限真存在的话 你才敢选c选下 听了没有 所以这道题 还逆向 利用了极限 极限存在 原因是可去间断点 你可去间断点的意义是什么 极限存在 我x用k带进去的时候 分子是0 0分子什么东西存在呢 0分子0才存在嘛 0分子0存在 所以就得到一个极其状的隐含条件 k-kd方等0 所以求出来 k等0 k等1 k等负1 好了 各位到这里 我们第一部分就讲完了 基础课程第一部分讲完了 下次课再见